分享一篇金灿荣教授的文章 他对于前两天的一则新闻 后续的网民讨论 做了一个他的观点的阐述 就是之前有这么一件事 人爱礁就咱们南海 有一个地方叫人爱礁 那块被菲律宾弄了一破船 然后把那块地儿给站起来了 其实一定程度上 算是宣示他们的一个所谓的主权 而且过去这么多年 他们都持续的往上去运送一些补给 吃的水的穿的 然后派人在那里生火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住人 按照国际海洋相关法律 那会儿如果说是有人能居住的 那时间只要够长 就可以把那判定为是个岛 或者这是你的领土范围之内 所以等于菲律宾也是在玩这一套 而前一阵呢 咱们的海警船 发现他们送的东西 不只是送衣服水 他们想往上面送一些建筑材料 所以咱们拿水泡去轰他们 当然严格来说 其实并没有轰到 应该算是市井的 这么一次行动 这事反正在国内 国外也引发了一些讨论 当然主要还是国内讨论比较多 但是外国媒体呢 他因为会把菲律宾 看成是美国的一个盟友 所以美国在头让的比较多 他那些就是说 你怎么能直接对我盟友动手呢 你这不尊重我 你什么意思 当然他自己心里也清楚嘛 这个事其实暴力程度 并没有那么大 更多是市井 所以他更多是口头谴责 但无疑在海外呢 也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讨论 虽然热度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高 基本海外的论调 我看了眼呢 主要就是说 中国欺负人 中国太霸道了 因为这事呢 你按照国外媒体的春秋笔法呢 肯定会这么来解释嘛 你就是特别可怜 对吧 然后你看一个人在那 酷酷的支撑 然后大篇幅的报道 菲律宾那边呢 在这头破船上 他如何坚苦朴素 然后呀 就看着实物巨细 特别具体 然后展现一下 他们的决心 我们尽管受委屈了 我们尽管处于弱势 但是这个霸道中国 是在侵犯我们这个领土 我们是坚决的爱国主义 我们不能忍这个事 当然了 像美国的媒体呢 为了以示公平 他会补一句 这块呢 属于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存在争议 然后说一下 中国的观点是什么 菲律宾的观点是什么 这个事历史是怎么传承下来的 但是他肯定不会 以中国的视角来阐述这件事情 他只会与菲律宾的视角 为什么 那是我盟友啊 我好采访啊 而且美国的媒体 他也喜欢以这个视角来报道 因为人是一种共情动物啊 你只要让他特别具体的 去了解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角度 人自然而然的 就会从这个角度 产生共情心理 就比如说上个月 闹得比较火的 那个私自建桥收费那个事 你瞧 各方的势力派系啊 应该说各个的说法 有人就同情呢 被罚款那一波 把这事情报道特别具体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什么 他们你看这块 这有一个什么称重器啊 那有一个桥 但是呢 他巴拉巴拉巴说一堆 那也有人呢 就站在其他村的角度 就采访说 哎 你是不是有没有 有没有被收过钱 是吧 然后他说收的挺少的 其实收了好多钱 那这一下呢 你就说 你看那个人果然撒谎 这一下 你看多个角度 不同角度 你把同样一件事 阐述一下 你就会发现 嗯 一下你也迷糊了 你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对吧 更何况是美国人 美国人巴扯 连菲律宾站上都不知道 你知道吧 但是美国人知道 哎 这是我盟友啊 你其我盟友啊 那我就本能的认为你不好 就是美国他在国 说错了 美国他在这个全球化 在国际主义 他也本能的会通行自己盟友 因为美国自己本来 国内的舆论宣传 也会从意识形态上 天然的去宣传他的爱国主义 如果你说啊 美国是言论自由的 有不同的声音 OK 你找一找 就美国的相对有一点点 发声量的主流媒体 有没有啊 就是说同情咱们这边的 就是说中国在我们这边 如何如何 没有我们的苦衷 你找一篇相关报道 站在咱们 我们中国历程上啊 来去报道问题的 你找一篇 找出一篇了就可以 因为实际情况是 一篇你也找不出来 在美国的舆论场 向南海问题上 只分两种论调 一个论调呢 就是中国是霸道的一方 菲律宾受欺负的一方 还有论调呢 就是这两边呢 各有各的历史观点 他经常做客观报道 但是他的客观报道呢 细节 所有细节 都是集中于在菲律宾身上的 所以最后引导出来的结果呢 一定是更偏向于 这个菲律宾 太正常了啊 好吧 请不知废话 还是把金藤教授这篇文章啊 稍微说一下 他说呢 这事啊 讨论很多啊 挺热闹 他说绝大多数人呢 都希望我们把这艘破船拖走 然后彻底占领 仁爱骄 为什么呢 他认为这是我们地盘嘛 我们要有能力嘛 就是实力上啊 技术上啊 都不是问题 为什么不拖走 他说历史一流嘛 99年嘛 那会儿北约 炸南斯拉夫大使馆 把我们使馆也炸了嘛 然后他们中国开始跟美国关系不好 那会儿三美浪潮不较严重啊 他们就趁机 对吧 你看中国和美国潮起来了 挺好啊 无暇顾酒啊 我赶紧啊 能站这儿睡一点 就很鸡贼啊 很记得的这帮猴子啊 就猴子呢 踏了这种这种小聪明 后来呢 就被咱渔民发现了啊 但是那时候能力呢 不足上不去 为啥呢 像什么海警船呀 渔政船呀 都不行嘛 嗯 河里托托了二十多年 反正呢 大家讨论过各种办法 比如说谈判啊 仲裁啊 或者比较玩粗的啊 都讨论过啊 但是呢 隔着现在了 怎么回事啊 说有很大的问题啊 是这个考虑 我们要考虑美国因素 像说 看现在这个中美嘛 对华新冷战嘛 美国也很重视 这个东南亚 这边他的这些盟友 或潜在盟友 而咱们呢 也很注重啊 这个东盟 东盟这个组织呢 非常重要嘛 现在十国啊 包括越南呀 老挝呀 菲律宾呀 缅甸呀 柬埔寨呀 等等啊 而菲律宾呢 又属于东盟创始国 内部影响力非常大 我们为了这个东盟考虑 我们也不能把这个菲律宾啊 得罪太死 就是还是不能撕破脸嘛 为啥呢 如果你现在把整个东盟 你现在都对菲律宾 一定冲动就会让东盟 对咱们的整体风平变差 那美国呢 就会借机啊 把东盟更好的控制住 就假如来说啊 过去东盟咱们的控制力 是30% 美国比如说40% 其他的像欧盟 也会影响一些 还有日韩呀什么的 那现在呢 咱们跟菲律宾一脑掰 对吧 咱们的控制力呢 可能从比如说30% 跌到了20% 甚至25%吧 那咱们影响力下降这部分 会被谁拿走 美国日韩欧盟 你给谁拿走 咱们的肯定都不爽嘛 是不是 所以说为了东盟考虑 我们也不能啊 完全得罪 跟菲律宾把脸撕破 你知道这个论调呢 我问你啊 你接受不接受 这时候我现在各派人 观点就不一样了 像有人 相对来说 比较信金坦荣的话 金坦荣老师说的话 对吧 那是这个国家智库啊 他说我就信 他是基于金坦荣教授 他说的 因为金坦荣教授说了 所以我相信 对吧 假如说我说呢 是我说的 这话是我说的 你肯定相信吗 假如说这个话题 这个关键是我说的 我问你啊 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屁股歪 有人就因为他这么想 说我考虑东盟干嘛呀 对吧 你跟你说啊 就得立威啊 就把这个菲律宾 安在地上死死摩擦啊 把他打服了啊 这儿东盟他还怕我们 怕我们之后 对不对 我们对东盟的这个影响力 反而会更高啊 你瞧 美国为什么 对这个菲律宾东盟 他们影响力也非常多 就是因为 打过仗啊 立过威啊 菲律宾他从国子里 他怕美国 你现在这种突来脱去的 对不对 你不行 这玩法不对啊 这是哪一派呢 其实是属于军国主义派 在在在这个任何 我跟你说 在任何的政治光谱里 尝试呢 鼓吹用军事武力来彰显国力 扩大影响力 甚至呢 直接去占领地盘啊 都属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范畴 这你想嘛啊 什么是帝国主义 就过去对吧 中世纪之后啊 到现在这个欧美啊 什么这西方啊 他们列强啊 说我要这个 示威 炮箭开门口 也逛逛开两炮啊 跟你下 就能给你侠的够呛嘛 然后清城清政府 哎呦不行了 对吧 还怕打仗 对了 投啊投降吧啊 好好从人谈一谈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 当然了 你要直接跟他们说了 他们是不认大 他说你这扣帽子啊 好吧 那你们说你们叫什么主意啊 就尝试这个量鸡肉啊 尝试这个直接上手 对吧 说两边说的 呃不对路说 大对吧抽啊 直接干这个 你说是不是这种恨我斗狠 那也恩仇啊啊 上边这个 两边没谈 没谈妥啊 上来就摘 什么 好头 扇嘴巴啊 直接是不是这就拿剑砍啊 拿斧子批啊 大多数人就喜欢看这些东西 然后说呢 现在这个他们的领导人啊 小马克思本人对中国还不错啊 但是他对于政府啊 还有基层的控制力比较弱嘛 因为他们属于这个民选政府之后啊 那好多说实话民选政府 他对于基层的控制力 一般都比较弱 他虽然这么说啊 但是底下说实话就去执政的 那有你反对派执政的这个势力范围 对不对 他就给你 哎 你不是想跟中国搞好关系吗 行 我就去那给你添堵去啊 让你那个跟中国关系闹掰了啊 对 反正这是民主国家啊 他可能就有这个问题 他说了 金腾教授呢 说了一下 菲律宾啊 他现在这个国内情况 他说实际上是个部落国家 他是有100多个大家族控制 而这些大家族呢 完全受美国控制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资产啊 都是美国人在帮忙打理嘛 所以影响力也非常大啊 包括他这个整个这个部队 武装部队呢 都是美国训练 毕业呢 都是直接去美国读书啊 传媒啊 什么的 反正都是美国 哪哪都是美国 尽管他的总统啊 对中国 他说哎 可能还是有一定好感 对吧 但也没用吧 那底下一片人都是亲美的啊 然后说 你瞧 别看这个美国战战啊 咱们好像怎么着了 说还要考虑启动美非共同防御条约啊 大家放心 这个地方美国人也是战战啊 他不会来的 好吧 这个我觉得保票 这些大概率啊 算99%吧 我觉得是不会为了菲律宾这破事啊 真的打起来啊 但是呢 你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啊 所以金教授呢 说啊 我们应该搁置公益啊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啊 那问题啊 不平静 没有办法啊 200多个交啊 是吧 这个没办法说彻底解决啊 只能一点点磨嘛 嗯 咱看评论区啊啊 有人说这个标题非常有意思 他说绝大多数人希望 就是把这船搬走啊 他说 既然是绝大多数人希望办的事 怎么一点回应都没有啊 相对的是 一小村人啊 在讲道理 讲战略 讲这样 讲那样 自欺欺人到何时 24年了 你看113个赞 55个彩 就说赞和彩的比例是2 2比1 2比1 对吧 嗯 就两个赞一个彩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实际上在观察者网的 多一般人 就66%人 都认为呢 金腾教授这篇文章是自欺欺人 哈哈哈哈 他们还是希望能有行动的啊 有人嘲讽嘛 说这个绝大多数人啊 都觉得自己比单位 单位领导有能力 结果呢 连班长组长啊 都干不下来 哈哈哈哈 四个赞五个彩 你看大多数人不爱听这个 他们就觉得自己领导是傻逼 我就是比我自己领导能 你看说人一上网啊 智商减半 很多人呢 人云亦云 他说你小年 这种平民啊 你们掌握的这个资源 有相关单位 相关的这个部门 掌握资源多吗 应该不能 当你们就会骂 你们好好还是干活吧 期待中华民族啊 早日强大到啊 不会有再有这样的憋屈的情况出现 你看七个赞 九个彩 倒数人是彩啊 还有一个把头埋进草里 假装什么都看不见啊 别人也看不见 你的屁股有用吗 你看107个赞 80个彩 就几乎快一比一了啊 还是说不敢对菲律宾啊 来硬的 只会越加被动 周边国家会认为啊 菲律宾搬来了美国 起了作用 就是83个赞 九个彩 还是速度无微战略 可笑至极 65个赞13个彩 最高的默认赞呢 是115个赞 7个彩啊 就是说 举了很多例子 对吧 就是咱们之前加勒万河谷 咱们边防军和印度人打架 他们死20多个 咱们牺牲4个 打完呢 无非是双方长官见一见面 没事了 对吧 那有多大事呢 再说一分就是咱们太怂了 你就是直接拿一个水枪 冲他船上喷 你喷 你就是喷上了都没事 他这个意思啊 怎么说呢 我觉得 只要目标达到了 就是他的材料 没有运上去 对吧 其实就等于卑视现状了 当然你要是说这个材料 材料传 都把材料运上去了 那就太拉垮了 对不对 是吧 你再说话 我就觉得太喜地了 你就拿一喷水枪 直接喷 给他传喷翻了 最好 对吧 你又没死人 我没人还能救你呢 行吧 今天这个新闻说里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订阅 长远推荐 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